《春天里共赴光影之约》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春天到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 这样的邀请已经让电影人 激动了14个春天 4月18日到26日 举办的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昨晚圆满落幕 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主题是 光影互见 同道相逸 在九天的时间里 全球优秀影人和电影佳作汇聚于此 通过天坛奖评奖 北京展映 主题论坛 项目创投等百余场 丰富多彩的活动 打造了一个光影交流的 节日狂欢盛会 4月26日晚上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圆满落幕 闭幕市场 备受关注的主竞赛单元 天坛奖揭晓 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最佳影片奖 《走走停停》 中国电影《走走停停》 荣获最佳影片 最佳女配角 最佳编剧三项大奖 《走走停停》 生动地呈现了一个 事业情感双双失意的 青年返乡 在亲友的支持下 追寻电影梦的故事 印度电影《失落的婴儿》 斩获最佳导演 最佳女主角 与最佳摄影三项大奖 在《朝云暮雨》中 饰演老秦的范围 摘得最佳男主角奖 日本导演三宅唱的作品 《黎明的一切》 荣获最佳艺术贡献奖 然后这次整个获奖的影片 然后它有一个共通性 就是它兼具商业性 并且它有它的一定的艺术表达 然后它是一个可看性非常强的电影 这次很开心的是 我们中国几部电影 就是很多国外的评委 然后大家看完了之后 都一直都非常的喜欢 然后最终也取得了 非常好的成绩 每一年天坛奖 都会收到来自全球各个国家 和地区的影片报名 数量不断创下新高 2021年889部 2022年1450部 2023年1488部 而今年天坛奖收到报名影片 达1509部 其中国外报名影片达到1318部 比例超过87% 这些影片类型丰富 主题多元 既有全球重量级导演的最新作品 也有新锐导演的惊喜之作 很多都是第一次亮相的首映影片 它因为是竞赛 它是为了通过竞赛之后 获得大家的注意力 最后引发国内的买家 去买这个电影 所以说这些电影全部都是芯片 很多电影都是世界首映 或者说是亚洲首映 中国首映 总而言之都是首映级的电影 这个首映率对于一个电视节角度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几年我们会看到 虽然世界各国受到疫情的一些相关的影响 电影的产量有所下降 但是到北京国际电影节的 送来的影片的数量反而越来越多 而且国别越来越丰富 因为天坛奖经过多年的积累 它的品牌影响逐渐扩展 再加上我们这几年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的组成 也越来越国际化 它都会吸引更多的世界各国的优秀电影 北京国际电影节 不仅吸引世界各国的佳作芯片 来报名竞赛 同时组委会还精心策划 组织了北京展映活动 为广大影迷提供先赌为快的 视觉盛宴和精神大餐 今年竞选了240余部中外佳作 包括天坛奖入围影片 注目未来竞赛单元入围影片 修复版经典影片等等 在27家合作影院和场地 进行集中放映 一些新片还举办了主创人员 与观众见面的应候交流活动 我觉得这种机会可能是平时 我们在电影院看不到的 也只有在电影节上 可以跟主创章进行一个 很难得的一个交流和机会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 一整天泡在资料馆 看电影 看北京电影节 我觉得很开心 据统计 14年来 北影节总计展映中外影片 4300余部 放映11000多场 已经成长为越来越有影响力的 国际电影交流互建的大平台 电影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 也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电影自诞生以来 就是各国人文交流 文明互建的重要途径 中国已经规划了2035年 建成电影强国 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通过电影讲好中国故事 扩大电影作品的影响力 提升电影文化的软实力 打造中外电影交流的高端平台 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已经成为举办北影节的重要推动力 为什么要做国际电影节 通过国际电影节 我们也想更多的去理解 世界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市场 不同的文化需求 同时达成中国跟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 一些交流共鸣的一些场域 讲好中国故事 而且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这其实也是电影节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中国要建设电影强国 必须要引进来走出去 今年北影节一个突出亮点 就是首次增设北影节国际会客厅 搭建中外影人交流平台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 共同探讨电影艺术 分享创作经验 发掘合作机会 同时还邀请世界五大国际电影节的主席或代表 来今参与活动 举办法国电影周 巴西电影周 不断提升北影节的国际影响力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从电影大国 向电影强国迈进的一个关键阶段 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 能够持续地提升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化水平 和国际化的能力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为中国的电影人 向世界的优秀电影人学习 交流 互建 学习他们的创作经验 提升我们的电影工业化的水平 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 为电影强国建设 贡献更大的力量 建设电影强国 人才是关键 北影节不仅设有 注目未来竞赛单元 对电影新人的第一部 或第二部剧情长片作品 进行评奖 同时还重点打造 北京市场项目创投单元 扶植和奖励电影新人 本届项目创投 累计收到769个项目报名 通过初审 复审 中审 路远等 多个环节 最终评选出8个奖 这是我们行委会特别推荐项目 离开线教训我 同时我希望你提供 其实得奖很惊喜 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 让我更加地可以坚定自己 这个故事 觉得它真的是一个 可以被讲出来 值得被讲出来的故事 我有发梦见到自己 变成了很小的国家 也在 《小小人》是一位新人导演的第一部长篇作品 讲述了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北漂小镇青年 坎坷而立志的人生故事 小小人参加了今年北影节项目创投制作中项目竞赛 最终获得最具创新制作团队和最具市场关注项目两个奖项 我真的需要一部自己的片子 凑到了差不多将近50万 我就硬着投票去开机了 这次北影节创投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平台 也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机会 片子又重生了 包括我现在后期的缺口 已经有很多公司机构 就已经向我伸出援手了 愿意跟我合作 愿意继续谈 就北京电影节它作为创投来讲的话 它因为经过了两三层的一个筛选 从这个海量的这个报名当中 通过市场性 原创性 艺术性 都做了一个层级的筛选 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项目 我觉得成熟度是相当高的 我们也很愿意去跟他们 做后期的一些合作的 这是本届北影节开幕电影 《草木人间》剧组 亮相开幕式的情景 《草木人间》的导演顾小刚 正是从北影节项目创投单元 走出来的青年影人 2018年 顾小刚的第一部作品 《春江水暖》获得了第八届 北影节项目创投特别大奖 和组委会国际推广奖 在《春江水暖》上创投的时候 其实电影已经拍了一年了 在这一年相当于都是我自己 借的款加上贷款 那其实已经非常高额了 那没想到是在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创投上 当场其实就获得了融资 才有了最终大家看到 《春江水暖》整个的完成度 从《春江水暖》起步 到今年上映的《草木人间》 顾小刚探索了中国传统山水化美学 创造性转化为新的电影语言风格的可能 引起了国际影坛的关注 2023年凭借《草木人间》 顾小刚荣获第3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 黑泽名奖 我觉得那个《春江》 它一方面当然代表了家乡 另一方面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 就是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它像一个很大的宝库 我觉得只有前路进去学习和深挖 你会看到无限的保障和可能性 自2012年开始 北影节搭建项目创投平台 13年来 累计收集了7383个项目 并成功孵化出 像《我的特工爷爷》 罕山 春江水暖等200多个优质项目 培育出杨子 顾小刚 徐磊 白志强 李璞等多位优秀的青年影人 他们已经成长为中国电影的生力军 从这趟创投的年轻人的项目 他们都关注一些现实主义的题材 那个东西是很值得鼓励 北京电影节是提供了很多空间 跟机会 给那些年轻人 从长辈 前辈的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中国电影产业要想高质量的发展 它需要更多的人才和项目的补充 只有有更多的优质项目 才能够让我们既有高峰又有高原 能够实现电影强国的梦想 先祖披荆斩棘 楚国方有今日 你不理朝政政策选 这是在本届北影节 光影未来电影科技盛典上经验全场的 AI短片《凤鸣山海》 借助AI影像工具制作 短片逼真的呈现出 孤雾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凤凰等 古代神话动物形象 《凤鸣山海》这部片子 我们借助了国内最先进的 这种图声视频的软件 文声图 图声视频 总共我们用到了50多个镜头 最后剪辑进去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20多个人的团队 总共生产了200多个镜头 那么这200多个镜头背后 它的图片量就更大了 它的图片量可能接近1万张图片 电影既是艺术也是技术 技术强则电影产业强 探讨最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也是本届北影节的突出亮点 本届北影节不仅首次打造 光影未来电影科技活动单元 还举办AIGC 也就是生成式 人工智能电影短片大赛 和多场技术论坛 聚焦人工智能赋能 中国电影产业 其实我乐见 那么AI会让电影面临一次革新 那么也许AI技术 能够让它再一次画法新生 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影行业的运用 现在可以说是全面开花 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 国内的这些顶级的科研机构 技术公司纷纷参与进来 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大的事态 我觉得这个对于说 中国电影工业来说 因为其实有个 最基本的一个指导思想 就是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其 文化连接心灵 艺术沟通世界 电影是彰显文化自信 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载体 也是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精神食粮 北京国际电影节 以国际性 权威性 群众性 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和动能成为讲述 中国故事的重要舞台 以北影节为推手 中国电影一定会在新时代 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 肩负起自己的文化使命 与文化责任 感谢收看今天的教练访谈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bully